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今天我们来看一部上映于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奇幻短片《红气球》。 在法国巴黎的街头,一个孤独的小男孩帕斯克独自行走在上学的路上,他在楼梯口的路灯上发现了一只红气球,帕斯克爬上路灯解救下了这只气球,他准备带着气球一起去上学,然而公交车不允许带着气球上车,无奈之下,帕斯克只好牵着气球一路飞奔到学校。 上课之前,他请求扫地的大爷帮自己看着气球,等放学的时候,天空下起了雨,帕斯克又请求街上的路人为自己打伞,只是为了帮气球遮雨,帕斯克自己却被淋湿,他一路走走停停,终于回到了家里,帕斯克的妈妈看见了红气球,将它从窗口扔了出去,气球却一直在窗外漂浮着,没有离去。 帕斯克悄悄打开窗子,向气球伸出手,没想到气球竟回到他手上,原来这个气球具有灵性。 第二天,上学时帕斯克将气球放出窗外交代了几句,等他下楼后,气球随着他的召唤飞下了楼,但气球并不让他牵,而是飞来飞去逗弄着帕斯克。 帕斯克只好洋装生气地往前走,在转角处悄悄地埋伏抓住了气球,一路玩玩闹闹,终于到了汽车站,帕斯克交代了气球几句,就放开了手,随后上了公交车。 神奇的是,气球竟然跟在车后,紧追不舍,跟着帕斯克一路去到了学校。 同学们看到了这个奇特的气球,统统涌上来要抢气球,但除了帕斯克,没有一个人能够抓住它。 帕斯克上课时,一个老师想要抓住气球,但怎么也抓不住,这惹怒了老师。 老师将这迁怒于帕斯克,把他关进了小黑屋。 气球想救帕斯克出来,但没有办法,他一路追着老师出了学校,围着他烦了一整天,但除此之外,他也别无他法。 到了放学时间,帕斯克被放了出来,回去的路上,他们遇见了一个牵蓝气球的女孩,红气球立马痴迷地追着蓝气球而去。 帕斯克及时回过头来才抓住了气球,没想到蓝气球又跟着飞了过来。 帕斯克将蓝气球还给了女孩,两人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气球,分道扬镳。 周末,妈妈带着帕斯克去教堂,枯燥而又烦闷的宗教礼,哪里比得上气球有趣呢? 于是帕斯克牵着气球逃离了,路上他被橱窗里的面包吸引住,掏出仅有的零钱,交代了气球,要听话。 帕斯克便走进了面包店,谁知道几个男孩看见了等待在门口的气球,趁机将他给抓住,用一根麻绳拴了起来。 几个坏孩子还要用石头打破气球。 帕斯克买完面包出来,四处寻找着气球,在山坡上终于发现了他的踪迹。 他跑到围墙外面呼唤气球,气球随即飞向了他。 帕斯克解开拴住气球的麻绳,一路牵着气球逃跑,但坏男孩们紧追不舍,最后将他追上了山坡。 帕斯克放开气球让他快点飞走,然而一个男孩用弹弓打中了气球,气球随后慢慢地漏气,最终掉落在了地上,被一脚踩破。 与此同时,城市各处飘起了各种气球,五颜六色点缀着巴黎这座城市的天空。 他们像是受到了红气球的感应一样,排着队飞向了正暗自伤心的帕斯克。 帕斯克高兴地将气球们拴在了一起,随着气球们缓缓升上高空,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这个电影曾获得了1957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剧本奖,1956年的金宗吕最佳短片奖,以及路易德吕克奖。 电影中鲜明色彩的气球也象征着孩子们,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和个性鲜明的。 他们有着对好奇和自由的追求,同时也会在青春期怀揣着对异性的吸引性。 而那些坏孩子们或许预示着现实的残酷,但电影告诉我们,无论现实如何残酷,我们的梦想终不会碎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